今天公开我嘴角做的实验我把南瓜尽满浸在水中使精髓即未发根出尽了瓜猪血水血肥和生长 先谈一下本实验的目的 生长在棚架上的瓜猪如南瓜、丝瓜、糊瓜等它们的一片在阳光下尤其是在夏秋季干了晴了的中午和午后就已发生伟年 伟年是一片湿水大雨更起泄水所致棚架上的瓜猪之所以就已发生伟年 这主要是瓜猪的精漫长一片多一面大棚架通缝透光水风一御散发 而单柱根量较少沾土栏的体积相对较小根的血水粮有限赶不上一片震震湿水的缘故 车磊的生命活动要在器官含水充分时才能顺利进行 一片尾盐使瓜猪的各种生理活动降低 如光合下降、代谢停止、运势受足、生长一致 瓜猪的尾盐不仅是营养生长和生热生长色调 而且还未造成落花落果,使产量品质严重下降 甚至还未造成瓜猪的找衰和死亡 因此,了解瓜猪发生尾盐的原因 研究降低尾盐的旁伴处施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去年,我们在油头上曾发表过 涨在棚上的挂注,为后下了已未年的视频 士兵指出,通过培养壮猪,提高抗烈性 促进耕益生长,增加吸水能力 给根据覆盖腐液、堆肥和激感等保持借责 切实灌水、保证水温供应 培土要慢、发耕等措施 可以避免或减轻瓜猪尾盐的发生 最近我们发现,只要南瓜经慢 浸在水中,可以出经精髓机位的发耕 增加瓜猪血水、血肥和生长 减轻微粘的发生 下面就介绍森炼的过程和结果 先交代一下材料和方法 一、森炼材料 为了便于操作 我们用盆栽的日本南瓜瓜猪作为生炼材料 在塑料方盆内装上五家人的培养戒指 补中日本版的南瓜子用苗 培养盆置于二楼的晒台上 阳光冲座 按照常规方法管理卦苗 显强装的瓜柱用于生炼 培养戒则为花园图 工水为支来水 最费用蓝肥 这一种多元素的缩小分合肥 其中单磷价的含量分别为24%、8%和16% 另含铁门铜心木等元素 经刮曼用的沉水酮 为3g的白色圆形塑料酮 二、刮曼的净粹处理 在煮进漫长汁1.2米左右的时候 将泥根0.6米处的净段 金木在沉满自来水的塑料桶中 使两个机位 金木在水下2-3公分处 为了保持处理机位的金木状态 在净粹处理机位的金木上挂于重压 三、日常管理 金木即位进水后 要保持机位的金木状态 当水桶的水位降低时 要添水补量 当金水即位发梗涨至5公分左右时 相同种加了兰飞水溶液 水桶中的兰飞溶度 要在0.1%到0.2%之间 也就是将兰飞吸涉了5-1000倍 每天相同类增加自来水 每个3-5天补充一次兰飞水 所加自来水和兰飞水的温度 先于气温平衡 最后展示一下四年结果 刮满金水2-3天后 比金水的机位上 就发出了巴塞的须根 这是金水第四天 接上发出的须根 平均长度压5公分左右 续根 水精水时间的增加而震度正常 这是金水第七天时机上发出的根 每机上有20-30条根 大多数根长超过了10公分 金水射天前 由于机位上发根量还少 根的吸水量 冷油赶不上一片的震腾量 因此 吃吃一片在墙光下 轮回发生危言 加了南非不久 铜水产生了露藻 并肩负了须根 使根系编为露舌 露藻对根的吸收 和地上部分的生长 似乎没有不良影响 刮曼金水半个月后 水中接上发梗增多 根系补满了水铜 此时 每天吸向铜内补水两层左右 此时 在太阳下 刮曼上的一片 不发生危言 十年整蛇 刮曼金水 有道金水即未发根 水中发出的根系 能吸水吸肥 减轻危言的发生 促进挂注的发药和结设 在刮曼金水促进发根的期间 主经商由于赤化开放 人工收缝后 挂体正在庞大 生计不本 由于家庭试验条件 和勾入能力的限制 为能进行刮曼金水发根机制 以及养根生意培养介责的研究 往对此感兴趣的朋友 可一起一步开张探讨 关于乱关曼金水的发根思念 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